女王陛下的倫敦波特啤酒 女王陛下一定很恨你 佛蘭與佛蘭 限量 上岸的瓶酒筆記 你發現這個東西是用來喝的嗎 因為這玩意而藏起來 完全就像伊維及雅各毒標上所使用的化合物 紅色滴吼者 特釀版 上岸的瓶酒筆記 為你提供一個有趣的啤酒嘗試 桶裝啤酒通常會加入明膠 這種膠狀物質是從曬乾的鱈魚錶取得 用來使酒體層側 被移除如少母酒之類的懸浮物質 而就這瓶紅色滴吼者特釀版而言 我們略過啤酒之間 去決曬乾的魚錶可能會開心點 安安 雙份黑啤酒 與黑啤酒的風味完全不同 這瓶啤酒一開始可以聞到強烈的香菸及燒焦培根的味道 但喝起來卻具有令人驚訝的熱泥漿味 殘漢的泥梅尾韻佔據了整體的口感 倫敦血漢工廠或許是這種風味的最佳形容 光是為了辨識這種啤酒的原料 就足以讓我登上生化恐怖行動的注意名單 你還是趕快去被抓起來算了 丁香水仙 渴望 丁香水仙來自君士坦堡 土耳其人將其視為渴望的象徵 百合 莊嚴 剛好的百合象徵著詮釋 這是一朵潔白美麗的宮廷花朵 據說她的樣貌神是女神佛洛拉的手 也就是女神力量的來源 再玩刺客教條小熊 落雪 希望 這是一種 欸 這是一種當中最 欸 這種一年當中最早開花的植物 最適合作為希望的代表 萬茉莉 可愛可親 不論在任何情況下 這種深性溫和的茉莉花 都會將其柔軟的枝芽 依據原丁給予的形式伸展、蔓延 最常見的形式就是讓她看起來像 涼廳或房屋及花園牆上的掛毯 而在任何地方 只要她細緻而迷人的花朵一起綻放 不但空氣中充滿香氣 且會吸引輕盈的蝴蝶邊邊飛舞 而信到的蜜蜂也能藉此採集芬芳的花蜜 來色廣場附近的工廠檔園集會處 這個是 為了切爾西新的 心愛博特大橋柱造成 援柱 不太濃 然後這個是盧昂的街道 這個是等待日食的天文學家 這個是帕拉蒂尼山波塔 密歐哥尼亞的羅穆勒斯之牆 這個名字 長得很不像話 原本有幾個字母啊 有編碟 有編碟 Gina 5 延遲超久的 是喔 這個婦人只要005 她現在用聽的 誰會被撞到臉 當然 OK 讓我們做這個 MASTER BURG 解釋自己 你怎麼這麼說 拜託 我做得更好 我做得更好 我承認這個 這不是一種Sigma Team的任務 Juno有整個群人 在她身邊 Sanctum的內心 I see a threat I do Sigma Team's been disbanded You've both been reassigned to the Phoenix Project And yet here you are Defying orders by breaking into my facility And trying to interrogate the Precursor I know I liked you for a reason Berg Proceed Thank you I am Constance the erudite god Tell me everything you know about the one called Juno Juno The Skinner Three centuries after my death She found me Usurped my work Use it for her own ends He who is the image of Aita He will herald her return Juno wants to exterminate us Perhaps once Your uprising was an affront But after the catastrophe Everything changed Explain I cannot She vanished Plan set in motion She lay in wait Then hypothesize What does she want? Hypothesis irrelevant Civilizations crumble Flesh decays Everything is impermanent Except The gray area inside of systems The connections Precursor minds are powerful If Juno is inside of a network She could control it And the planet grows more networked everyday You were right to be concerned This merits further study What's up doc? Love the new workspace Violette What a lovely surprise Can't stay I'm just here with a special delivery Oh Oh you did Oh yes I did This is the dear departed John Standish the sage? Consider it a thank you gift from Mr. Berg But we have a request I can't bring him back to life The shroud doesn't work that way We know the primary goal of the Phoenix project Is the sequence precursor DNA Reverse engineer artifacts And all that good shit But we want you to make something for us A body Even with this sage A viable clone is still decades away Then the sooner we get started the better Can it be done? I don't know But I can't wait to find out That would be good We have a specific list Are we supposed to find it What you're going to make But this is 詳細的翻譯 If you do 另一回 後續的影片中 我应该死了 刺客当然结结实实的刺了进去 但我还在呼吸 圣果部很确定 我很确定他一定会找到他的 但我可以感受到他的存在 我的脑海中可以听到他 那是我脑袋中一阵模糊的低语 但他要求行动 他用某种我无法理解的语言说话 但我可以感受到他的含义 起身他如此下令 我尽力了 但我受到伤太重了 你的痛苦只是暂时的 忽略他 专心 把伤口封起来 睁开你的双眼 沉睡形同死亡 不要相信你的脆弱感 靠近点 我把自己拖到桌下的地板上 然后把他们撬开 在我看到他们时 我的脑海开始疯狂欲转 约河水门 在太乌室河提于1870年完工前 约河水门就位于河边 而其目前所在外池距离太乌室河大概有140公尺远 感觉就像是离道路太远的车道一样 这座水门是由第一代白金和公乔治维利尔斯在1626年建造的 两年前 公爵从约克大主教手中取得了著名的约克屋 且希望他时髦的新房子可以位于河畔附近 在1672年 公爵将这栋大宅卖给开发商 而在数年之后 约克屋及周边的宅邸遭到摧毁 并在洗原址开辟了新的道路 水门没有跟着一起被拆毁 这点让我感到相当困惑 但这座建筑一直保持乏人温饥的状态 且逐渐荒废失修 到了1874年 雅各与一位开始对抗伦敦圣殿骑士数年后 约克水门附近盖起了维多利亚提案花园 而在1893年 伦敦至义会取得了水门的所有权 并将其视为公众利益的项目 圣保罗教堂 科文特花园圣保罗教堂又称演员教堂 而自从1663年 特路里接的皇家剧院落成后 这里就开始与伦敦的戏剧间息息相关 礼拜堂的墙上陈列着许多纪念碑匾 借此荣耀英国最棒的演员 现在挂着的某些牌匾则是为了纪念某些伟大巨星 如查理卓别林及包里斯卡洛夫等等 流浪汉跟科学怪人 这两者的交集就是我们愿意花钱欣赏的东西 对我知道那个怪兽不叫科学怪人 我只是想惹火那些阿宅而已 哈喽阿宅骗到你了吧 科文特华人圣保罗教堂是宗教改革后建立的第一座礼拜堂 当贝德福德伯爵请建筑师伊尼哥琼斯设计时 他要求这座礼拜堂只要和古昌差不多就好 我想当时琼斯大概会回等 那你会拥有全英格兰最美丽的古昌 琼斯与剧院有一些渊源 他曾与本琼森等剧作家一起筹划超过500部作品 藉此让戏剧所有场景能更紧密结合 这座礼拜堂建立于1633年乔治伯纳德肖的作品《魅花女》 在全世界上演并改编过无数次 而且开展场景就是以这座礼拜堂的门廊作为背景 在全世界上演并改编过无数次